接著有什麼應用呢? 這裡根據Linux有兩種應用方法 就是Raw Demand 第一個就是Full Price 留意我們經常說那個價格格格 留意我們不是考慮Money Price 要考慮整體價格Full Price Full Price就是Money Price加Law Money Price 很多時候我們看很多Law Money Price 就是我們用其他資源付出的代價 例如最邪惡就是Time Cost 要考慮其他Course 加上Money Cost 才是Full Cost 所以看價格改變 要看Full Price Full Cost Law Demand就是價格改變 我們那個需求量可能會變化 那些人就會令行為改變 但我們說的價格是Full Price 不是Money Price很簡單 如果是代價是Full Cost 就不是只是Money Cost 你們最近的Law Demand 假設其他人數目裡面 Full Price上升 需求量應該下降 是Wise Versa 留意一下 那用這個呢 來看一下可不可以解釋到 或者預計 以計到人類的行為改變 例如我們用紅帥和篩稅的例子 紅帥的隧道費的TOWS 是比篩稅低於篩稅的 在Rush Hour 或者繁華時間 紅帥是很擠塞的 很多人用紅帥的 但當你擠塞的主要注意 要給好時間 就要輕視到time cost 即是Full Price 是Money Price 即是隧道費 加上time cost 就是你擠塞的需要時間 可以做到其他價值最高的價值 留意一下 雖然紅帥的價值下降 就是Full Price 包括Time cost 可以對某些人來說 是高的 為甚麼 因為可能他們那個time cost 就很高 即是做生意的商業 Business people 以前的Business man 大家不相信 可能有些政治正確一點 那商人呢 可能那個time cost很高的 而且時間塞了塞車 可能賺少了很多錢的 所以那個Full Price很高的 所以有些人 看回雖然窮帥 嘩那麼便宜 不是 隧道費便宜於西稅 但是牽涉到time cost 可能Full Cost 可能更高 我們去搭西稅 所以有些人 就會轉去搭西稅 所以繁華時間 西稅都有人搭 雖然西稅的money price 即是隧道費很高 但可能那個time cost 就低一點 因為沒有擠塞 所以 加上Full Price 西稅做便宜於洪水 所以有些人 就會覺得搭西稅 是比較便宜的 就轉去搭西稅 這個也都可以用 這個law demand來解釋 好 後面有些Test or Sell question 我們一起做了 問你下面的Philomenon 說Philomenon的現象 是不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它是inconsistent 不是consistent 所以A就是很多人去廣州 用高鐵 high speed wheel 當那個custom clearance 就是排隊輪流清光的時間 是短了的話 這個合不合呢 是不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不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都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因為用Full Price 算式 因為那個排後時間短了 就是time cost 或者long money cost 其實是下跌了的 令到money cost 加上long money cost 就是time cost Full Price 其實是下跌了的 跟那個law demand 就多了 需求率便上升了 所以Full Price下降 多一些人就用高鐵 搭高鐵回廣州 這個是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就是Full Price下降 留意一下 雖然那個money price 是沒有變的 B就說 根據這個Full Session 流感的閉截 Emergency room 即急診室 是通常悶的 而等候時間是上升的 可以等幾個小時 等一些非緊急服務 病人就要等很久的 有些人反而轉去Private hospital 去私立的私家醫院 那是不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這個也是low的 為什麼 因為等候時間是長的 在這個流感時期很多人去看 那個time cost就會上升 可能令到你去急診室 例如急診室的Full Price Full Price 是很高的 雖然那個money price 是低的 但因為那個time cost很高 加上Full Price 就會很高 有些人覺得 寧願去私家醫院看Private clinics 或是私家醫院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我們遲些看 他們叫做substitucer 他們是代替品 下一課 講得清楚一點 即是正前 A的部分也是 紅碎、西碎 都是代替品 來的 即是你用紅碎過海 就是西碎過海 對某些人覺得可以代替的 最主要是因為Full Price 急診室 因為排隊time cost高了 然後Full Price就高了 根據law demand 需求量下降 所以少有人去 那些人轉去私人診室 或者私家醫院去看醫生 所以這個都是 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用Full Price這個概念來解釋 然後最後C 就說income of women 女性的收入 上升得很 over time 這幾十年裏面 有些couple 有些夫妻 就決定養寵物 生兒子 raising children Kid Packs 這個是不是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都可以解釋 多久 都不是in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都是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女性的收入上升 如果她們要養小孩的話 可能最需要放棄的工作 放棄就是放棄了他們的收入 這個收入越來越高 放棄收入越來越高 因爲火光上升 所以加上Full Cost 就是要養小孩 就是一個其他的cost 上升了 不單是拼小孩的money cost 包括income for gong 就是短時間的time cost 都是上升了 所以加上Full Price就上升了 特別當女性收入越來越高 當她去持工去掃滯 那income for gong 更加上升的太厲害 上升更加多 那Full Price上升呢 經過law demand 需求量就下降了 就是生小孩的Full Price上升 所以就少一些人 去決定生小孩了 寧願養寵物 留意一下 養寵物可能就是 也是一個代替品來的 但是養寵物呢 就不需要持份工去照顧寵物的 生小孩就要了 養小孩就要了 那這個情況也是用law demand 解釋 就是因為生小孩的 因為income for gong 女性的收入上升 她照顧小孩呢 生小孩的放入收入 income for gong上升 令到Full Price上升了 是3BB 所以那些人需求兩下降 所以那些人就少了3BB 轉而去養寵物 所以這個也是用law demand 可以解釋到的 所以這個也是 consistent with law demand 所以這個三個case 其實都是用law demand 都是用Full Price Full Cause 的concel去解釋 這個第一個應用 下一個應用就是 Vality Price 回到下個video再說 多謝 再旁邊 作詞 得多謝